价值2680的户外电源究竟值不值得买 用途一 作为一个现代人 手机没电就会很慌 但这台电源可以充40台手机 即便你出去的人再多 再怎么任性的刷手机也好 这个也是够用的了 另外它还可以充28台相机 15台无人机 或者是4台笔记本电脑 如果你也是像我一样 从事户外拍摄工作的话 你就会知道 有一台户外电源拿来做电底保障 真的是非常幸福 有很多在户外使用的电器 比如说音箱 车载 小冰箱 甚至你还可以在户外看个电影 可以极大的提升你的露营体验 而且入秋之后 绝大部分营地都是不允许使用明火的 但是不能野炊的露营是没有灵魂的 所以我也买了在户外野炊用的电厨具 可以做三明治 闷个排骨饭之类的 比较简单的美食是没问题的 用途三 自驾尤其是一些偏远的路线 经常会遇到几天没有电的情况 有的时候很倒霉 半路汽车熄火的情况 你就可以用它给你的蓄电池充一下电 以上就是我总结出来的 会用到户外电源的情况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哦对了 双11 0点到24点 能省700 原来2680只要1980 只在这24小时里面有 大家快去看一下吧